使用一卡通悠遊卡搭台鐵 終於能夠在今年環島了 因為最後一段花東地區會在6月28號開通 為了鼓勵轉成花東的77條 公路客運也推出了轉成優惠 用電子票證搭台鐵 終於完成花東區的最後一里路 6月28號台鐵多卡通全線開通 為鼓勵民眾轉成公共運輸 有77條公路客運可享前8公里免費 大家都比較偏向開私人的運去旅遊 所以以它的公共運輸比例來講的話 我們的調查大概是兩個縣市 都在4%左右 跟其他縣市來講 可能這個百分十幾 二十幾 三十幾 會有一段的差距 相較於台北市一年的公路 客運量達6億人次 花東地區只有270萬人 利用率才4% 這一回推出里程優惠 民眾單趟可省24塊錢 不過民眾更期待 能夠轉成市區公車 市區公車大概就是花蓮市 跟台東市的部分 那其實我們也已經含這兩個縣政府 如果他們有意願的話 我們都非常配合 來加入我們這個優惠的活動 拿電子票證搭完台鐵後 兩小時內轉搭公路客運 就能享有優惠折扣 優惠時間將從6月底持續到8月底 民眾在整個暑假都可以多加利用 UDN TV 王力軍 讓你綜合報導